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含有少量氢 日本气象专家也持质疑态度 日本内阁小跑步进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 首相安倍晋三略下狠话要跟美韩中俄联合进行反制 韩国总统普景惠也要北韩付出代价 向来是北韩好麻吉的大陆 对北韩有清淡早就很不满 去年12月到大陆首次公演的牡丹风乐团 演出前临时中途喊咖 外传就跟金正恩宣布用清淡有关 北韩无视国际警告的挑衅行为 美国大陆表态踏乏 联合国安理会也将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北韩问题